聚军夜删取大S后成了台湾的国民姐夫 前天他在IG预告将在纽约夜店当DJ 14日他更新动态 晒出一段嘲诈现场自拍画面 虽然才短短十多秒 已经可以感受现场还烦的气氛 不过影片曝光后 大家就被姐夫的纹身界吸引 直呼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他 他真的是太浪漫了啦 而且聚军夜即使已经52岁了 还是活力满满 根本看不出来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 虽然他跟大S闪婚后 人都不在韩国但是工作满档 还刚发表新音乐作品 根本没有大家担心的养不起大S的问题 而大家都关注的 他到底会不会接受原子少年邀约 制作人詹歌接受自由时报访问时透露 总决赛在6月 聚军夜那时候人可能在韩国无法到场 但是节目会透过live连线的方式来进行 等到选秀结束后 请聚挑几位适合的人选来合作 这番话一出也让大家相当兴奋 不过就詹歌提到的 姐夫6月仍会在韩国 那言下之意不就是要跟大S分开一段时间